世间有魔兽受众神指引化作人类先知 却有人类因恶神化身降临世间 独鹿万物 在森林深处 男人只是崩了的屁就被群狼捞了 他们乃是这片森林当之无愧的王者 很可惜 你们今天惹错了人 准确地说 是黑龙神的化身 大王剑手底下的小嘎嘎们不敌此 纵身一跃却是被轻松拿捏 无论怎么挣扎都脱脱不了这恐怖的怪影 此时森林中突现一个人类的身影 不为别的只为生存 夺命狂奔的他还不知早已被人牢牢捞 盗贼们看后也只是戏血一笑 我们得抓紧吧 这片森林的夜晚可是有不少魔兽出没 不知道你们发现没有 这条道上的魔兽比以前少了很多 话音未落 大胡子就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 地上一片狼藉 残缺的身体上还有着恐怖的药 看起来不像是双方争夺造成的 更像是单方面的屠戮 此时一名盗贼突然在人群中大喊 你们快过来看看这个 只见一名双臂发黑的男人 贪坐在狼王尸身旁 这家伙难不成是狼群的首领 或是说他就是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你在瞎说什么 人类能造成这种找痕和咬痕的伤口吗 盗贼刚想伸手看看情况 就被一只长得像蜥蜴的魔兽 狠狠眼 欲是不要慌 这种小东西只要一刀就能解决 光头刚抬手就被猛的一击中断 什么情况 痛胆袭来后光头发出了生死力竭的大喊 闭嘴慢 别的兄弟也敢抱 你们谁要再敢动他的主意 这个人便是你们的下场 见此一幕 众人纷纷掏出武器缓步上前 看来这一场恶战是无可避免了 大胡子见众人望而却不立即大吼 这家伙把汉丝给弄死了 而我只是低头看了一眼 地上的家伙便说道 没事他还能活两分半 你们现在去就还来得及 显然这番话在道德门看来是出于挑衅 大家伙一起上 让这小子知道什么叫白小刀进黄小刀出 见他们有想干架的意思 男人便从腰间抽出另一把黑服 随着愤怒情绪的提升 身上的黑铃也逐渐扩散至全身 小兄弟也是摆出了一副战斗的架势 回首的盗贼一声令下众人皆向我冲杀而来 而我则是不慌不忙的微微去神 一击连斩猛的暴食为主 所过之处皆是残肢断壁痛苦哀嚎 众人也是被这怪物般的速度和力量下的接连后腿 一旁的弓箭手虽有些受惊 但还是抓准了背后偷袭的好时机 开火 男人顿感不妙回头发现为时已晚 一把抓起自己的小兄弟 只死不在身上 任凭剑矢扎在自己的后背上 黑胡子刚觉得稳操胜券开始得意之事 地旁的小队长发现了一丝不祥的气息 表情也逐渐转为惊恐 男人的后背突然喷出了黑红的火焰 剑矢在请客间变化为了灰飞 黑色的灵甲逐渐向全身汇聚 火焰也在空气中化作了数种魔兽的形态 魔气如洪水绝地般的再次暴涨 一个巨大的黑色龙头也显现在众人视野之中 这震天的吼声也让众人明白这并不是人 吃这么大也没见过这种场面 全身更是止不住的颤抖 黑色的灵甲即将吞噬男人的全身 经过一番自我斗争后终于恢复了意识 火焰形成的魔兽们也在这一刻全部消散 遭了意识开始模糊了 你快点 好吧 小兄弟则是一脸担忧地看着男人阴声倒地 地旁树叉长的黑影看后 发出了阴森阵阵的凄厉笑声 万幸的是这群盗贼虽是损失惨状 但却没有立即将男人就地震满 而是将男人带回了山寨 盗贼首领认出了眼前的魔兽后一脸惊恐 这可是传闻中漆黑的君主 统领这片森林的魔兽的王啊 这难道都是他一个人干的吗 小兄弟被这几根木棍困住很是不服气 男人清醒后便是立即提醒众人 你们最好立刻马上赶紧把狼王处理了 不然可没好果子吃 小队长刚想开骂就被首领一手喝止 年轻人你叫什么名字 龙傲天的龙 龙傲天的傲天 老大你千万别信他 我们可是亲眼看到他变成了很恐怖的怪物 最近在桑切斯不是有一个广为流传的传言吗 一个恶魔之神的化身在这片大陆上游荡 只要哪有湿气 他便会出现在哪里溺食 所到之处更是寸草不生 这与我们刚到森林时所见的场景不谋而合 这个家伙肯定就是那个披着人皮的恶神化身 听闻此言龙傲天直接忍不住笑出了声 你笑什么 别以为我不敢动你 那依你所说我是恶神的化身 甚至还吃着神话中才有的生物 你觉得这种小铁链绑着我能放心吗 小队长听闻后也是被他的一番话整个丫头捏 随着月色逐渐显现 威风轻轻地拂过狼王的尸身 本是漆黑一片的夜晚也有了一丝光亮 几滴番茄汁的低落引起了首领的注意 怀着不好的预感缓缓抬头望去 身上有着致命伤的狼王居然复活了 而且嘴里还叼着个小队长 早就告知过你要尽快处理 他现在已经不是狼王了 而是沦为恶魔之神傀儡般的生物 一个比活着的时候更可怕的怪物 此时的野外狼狮正向寨子倾巢而来 在他们身后有着一个神秘的黑影 周身散发着浓烈的王者气息 所到之处花草都是迅速枯萎 只见它朝着一个方向轻轻一指 这些狼狮便无惧疼痛地搭起了狼梯 前复后继地向寨子内翻去 跟下饺子似的突袭 使得寨门请客间变土风瓦解 混乱中还不慎撞翻了火堆 猛烈的火焰直接将狼群吞噬带解 而后的狼狮还是在源源不断地有屋寨主 此神在站外发出的声力中吵哭声 突然一个黑影从寨内飞出 而这正是狼王的手 这脑袋说扔就扔 你怎么不问我我诚哥有没有意见 此神向着寨内望去 只见一个黑色的身躯穿过火焰 撕开围条 嘴里还不停地嘀咕着喉 周身散发的气息还会聚着狼狼的心态 这是一股宛如修罗炼狱般的杀意 更像是猎物被猎人盯成的独具气息 是 人转生成黑又硬的魔龙 他所遭遇的这个鹿形死神 竟是一个只会阴阴阴的少女 就在尴尬 傲听 周身不停地散出令人窒息的威压 出现在眼前的竟是宛如死神的鹿形生物 我这人有个缺点 就是什么事都干不好 无论你 看到眼前生物的能猎杀人 死神的回应则是一声刺耳的霧 顿时身后提升大力 映入眼帘的是无数狂暴的野兽丧尸 他们是无惧痛感的勇猛战士 然而 单脚微微蓄烈 几时一击 这群野兽都不知道自己怎么上天 袖群在这视如破竹的攻势下 只成了两米来 见此一幕 死神的怒意逐步攀升 两道死气从眼眶向外透射而入 随着一句古老的咒语 女神的身体发出了诡异的 体型和力量都得到了成倍的提升 双方的怒吼这种发法 猛烈的斩机化作血光在空中互相交织 你觉得你能 杀死我 这一拳暴击便将死神轰出数十米开外 随手便扔下死神的二领 身上的灵甲也在这一刻褪去 死神的残躯已是破败不堪 傲天缓缓上前 惊奇地发现死神的身躯内 竟是一个Q弹可人鸡如凝血的白毛妹子 别问我为什么要这么举了 不然便是不能举 此时的傲天发现了这个女人的异样感 眼神涣散且呆若目击 显然是被什么人给迷晕了心神 忽然一个诡异的身影 迅速地划过 停留在半空的竟是一只 坤哥 今天还真是个好日子 没完没了是吧 坤哥漠不作声地盯着傲天两宝半 身形逐渐褪去 化作一副老者的模样 也总算开了口 真是不可思议啊 没想到你竟能击败我心爱的朋友 从你踏上这片大陆时 我便一直观察着你的一举 话音未落 白毛就被傲天一把手 叽叽喳喳不停地怎么跟个鸟一样 哦对了 你本来就是个鸟 要动手就别跟我摸嘴 我对你的取向和精力 没有一点兴趣 坤哥听闻此言 再次换出了鸟头和翅膀 只要解决了你 我就能获得一个 比那只鹿更强的魁 起来吧 随着坤哥的呼唤 先前战死的人和野兽 被赋予了新的灵 傲天环顾一圈后笑了 老小子这样才对吗 先前的那些一点意思都没有 随着坤哥的一声令下 不计其数的王者大军 向着傲天冲杀而来 过去片刻 亡灵大军已将傲天团团包围 没有露出一丝多余的空间 臭小子看你这下 还怎么跟我狂 你的力量是一滴 都挤不出来了吧 坤哥凝聚力量的一击透明 老小子 我本以为你能给我带来点惊奇 就知道 睁大你的鸟眼 探清楚到底谁才是猎物 随着一道红光诈袭 亡灵大军挤一瞬就成了鸡 眼前之物更是令两年半不尿床的 坤哥尿的库把 这到底是什么呀 令他恐惧的不仅仅是 奥天释放的威亚 还有他散发气息凝聚而成的 飞色龙可 该说晚安了 老小子 只见龙头将他的血液大 坤哥也在这一刻变成了四 然而这一切只是个开始 等待他的并不是未算 而是数百种魔兽汇聚而成的 修罗恋恋 很快他就遭到了疯狂啃食 而魔兽们边吃还要边嘲讽他 欢迎咱们新伙伴的加入 坤哥一死 白毛的眼睛也逐渐清晰 眼前的景象还没令他缓过神来 这遮天蔽玉的魔气犹如巨浪 吓得他双腿发软 只能咽咽咽 奥天此时也意识到了白毛的呼吸 仅是回头的一个眼神 白毛妹子就震慑到牢牢定义 连口水都不敢咽一下 生怕一个举动 就会引起这个男人的杀影 奥天似乎联想到了什么 便开口问了 以现在脱离恶魔之神的控制 白毛妹子听完 便有一阵痛感性 记忆中仿佛出现了光亮的声音 白色的翅膀是那么的闪耀夺目 奥天听到翅膀立刻紧 若是我没猜错的话 你和我一样 都是翅膀的受害者吧 白毛妹子一脸疑惑地望着奥天 对她的疑问表示不理解 而奥天接下来的话 却彻底颠覆了她的三观 转身为又黑又硬的魔怒 在结果的空哥和陆行死神后 摆在他面前的竟是一个 不会反抗的少女 有些事情尽管对你来说很残酷 但我还是得告诉你 我是龙族的后裔 也是那场大灭绝事件后的生还者 而你所信奉的神明 正是这场屠戮的真正元凶 白毛听完便低下了头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突如其来的眩晕感令白毛瘫倒 嘎嘎嘎嘎嘎嘎嘎 没事她呼吸正常 可能是我信息一下子注入了太多 她有点承受不住了 此时的白毛身处在自己的梦境之中 这样的场景对她而言是既熟悉又陌生 这么多年过去了 究竟是做错了什么 为什么你还不肯放过我 每个人都把我是做嗜血成性的怪物 可我明明不是这样的人了 随着一滴眼泪缓缓滴落 倒影中显现的 据孤独相互交织 但眼前发生的又是她不得不相信 自己就是这一切的元凶 就在她陷入自我迷茫的时候 身后却亮起了一道闪耀的光芒 这一切来的是多么的及时 多么的温暖 又是这个奇怪的梦 你可真能睡啊 还以为你醒不过来了吗 看你睡觉时的痛苦表情 我就知道你肯定是做噩梦了 卢比过来一下 傲天的声音吸引了白毛的目光 兄弟接下来就交给你了 嘎嘎嘎嘎 星星之火在口中逐渐汇聚 古书的烈火几时一顺 就吞噬了堆积如山的残骸 那些本就不属于这些魔兽的灵魂 在这一刻也得到了彻底紧 这种做事风格还真符合那群疯子的心 终于结束了 可以放松一下了 喂 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事情 没有没有 看得出来你这次真的很努力了 干嘛 哎呦 闭嘴你这个垃圾信息犯 说完便指着白毛继续骂倒 你给我的消息说的就是这么多玩意儿 还跟我嬉皮笑脸呢 任务完成了快把金币给我 别着急骂搞得人家很痛呀 兔子刚起身便转向了白毛 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我的全名是迪加玛丽西亚 叫我迪亚就可以了 真是令我想不到 居然还能遇到和傲天相同的受害者 死兔子 你要是不想被我拿去喂卢比的话 知道了 你好猴吉亚这就出发 随着怀表光芒的亮起 周围的大地也出现了剧烈 忽然 三人顺着洞口迅速掉落 迪亚被这突如其来的跌落下的尸声尖叫 尿意顺着额头缓缓流下 这两人怎么这么狗的也不提前说一下 刚睁眼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这难道就是传闻中的意见吗 很抱歉迪亚 我的自我介绍晚了 你难道不该为突然掏个洞下我道歉吗 我是这片大陆最大的信息商人 互找家族的一员 你可以叫我白思 我和傲天可是有着非比寻常的关系 我们眼前的这棵神圣之树叫做白莲树 还有 等一下 我是很感激你把我从恶神手里救出来 可为什么要把我带到这个地方来 既然你那么想知道就跟我走了 我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 当迪亚向傲天询问翅膀化身的时候 而傲天的回答却是 一盘恶臭的烤鸡在钉上插了根羽毛 就能自诩神明了 见迪亚一脸疑惑 白思继续向他解释道 翅膀跟众神一样会赋予力量 而他的力量更像是一种诅咒 迪亚听完后陷入了久久的沉思之中 这里便是咖啡馆最大的奴隶市场 他们都是被猎奴者抓到的逃犯和流浪者 只要价格美丽 在这市场里就没有他们找不到的奴隶 当然也包括了强悍无比的魔兽 白思停下脚步后迪亚一脸的疑惑 所以呢你们带我来这是要做什么 一大会你就知道 傲天的意识 迪亚翻滚了两圈半 不是 这家伙是吃错药了吧 迪亚刚想开骂就察觉到了不对劲 这幽暗狭小的地下室内 居然被绑着这么多人 他们是献给翅膀化身的活祭品 嘎嘎嘎嘎 你在外面所见到的那颗神圣之树 之所以长得如此巨大 正是因为有着这些祭品的滋养 而傲天接下来讲的话 却再次刷新了迪亚的三观 第一男人的意见 就把女人送入了监牢 虽然他们前进的道路不同 但他们都有着一个共鸣的目标 那便是树顶之上的邪恶化身 就在刚刚 傲天与迪亚在牢房前四目相对 想见翅膀化身 你就必须当这个幼儿 迪亚是万万没想到 眼前的男人刚刚才救了自己 转眼就被老娘卖了 这个女人就交给你了 我得先去下决斗场 见傲天要走 迪亚奋力的大喊等一下 能回答我一个问题吗 这里面所有被关着的人 难道都是你做的吗 是又如何 这样你不就可以 如愿以偿地见到翅膀化身了吗 你还是人吗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不择手 这些比你弱小的人类 都是无辜的人 难道你一点都不会内疚的吗 听闻此言 傲天也只是默不作声地 盯着两秒半 甩头就走 这家伙不用弄脏自己的手 难道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 而白思一番话 却险些让他破坏 你可别忘了这些关着的人 可都是献给你信奉的神明化身的 想想他们之后的遭遇 我都忍不住要哭了 死兔子侦探喵卑鄙 我就喜欢看你讨厌我 又干不掉我的样子 还有 直到现在你都被恶魔之神控制 这些人和你杀的相比 就是凤毛麟角 即使不是你的本意 也难辞其就 我和傲天都能理解你的心情 因为我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的敌人 而翅膀化身所处的白莲丝 就在这树底子上 只有向神庙献出共铁 才有资格获得决斗场竞技的入场券 优胜者的奖励 不仅可以得到白莲神术的数值 还能以化身守护者的身材 获得来自化身更加强大的力量 傲天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呀 细节的我也很难解释清楚 但有一点是可以告诉你 他不仅是黑龙的后裔 更是经历过灭毒之痛的促仇化身 现在的他或许已经超越那位大人 在决斗场的另一点 此时的傲天正做着开战前的准备 交代你的事情做得怎么样 白丝一脸邀功地回答道 我心软了呀 选择了一条最难走的路 要是他一开始就下定决心 无差别屠路平民的话 引起敌人的注意是很容易的 但如果他真这么做了 便会越过人类与魔兽之间的那条线 以后想以人类的身份自居 就再无可能了 敢用那种看可怜虫的眼神盯着我 你是疲痒了吗 没有没有 我怎么敢的 正好那只老鸟我还没消化 作为饭后运动来说足够 在边上好好看着就行 卢比就拜托你了 回来时我要是发现他少了根头发 我不介意今晚加个餐来吃烤尘 说是这样说的了 可是老大 卢比有头发吗 别避避 是时候交下这群菜鸡总作用了 此时的决斗场内 第四组的小队已经蓄势待罚 而先前的几组均是撑不过两秒半 说实话我现在有点想回家 俺也一样 这种高阶魔物哪是几人小队就能紧 严阵防守千万别给他钻了空 这家伙的前找威力太大 喂 你养着我的道理 有手就行的事情搞得这么麻烦 好狂妄的小鬼 区区人类也敢在本王面前造词 你今天要为你的愚昧无知付出代表 下辈子注意点别再这么好 嘿 淘心 哎呀呀 这家伙还真是一点也不收敛了 此人竟有一鱼常人的速度和力量 这莫非是心动的感觉 该结束了小野暴 随着奥天的跑响 全场的欢呼声更是不绝于耳 把脖子给我洗干净好好等着 过不了多久 我便会上去把你的羽毛一根一根的拔下来 再把你切片生吃 奥天之所以参加这个决斗场的原因 除了得到树枝可以见到化身之外 还因白莲神术有着一道极为坚固的屏障 想要正面入侵是不可能的 为了要完成这个刺身计划 就必须得有一个最佳的诱饵 去扰乱敌人的内部 而迪亚正是这复仇大忌的不二之行 随着白莲寺的大门缓缓而开 众人也被带入了将他们活迹的绝望之间 迪亚刚进门就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 没想到这神树上的白莲寺 竟是如此恢弘的宫殿 不如其来的威压使迪亚立刻进去 这家伙难不成就是 凡人们不用如此害怕 欢迎来到女神的神庙 失落在恐惧深渊的人们抬起你们的头来 我的天哪 这难道就是神明吗 我是这白莲神树的主人 更是女神点画在凡间的化身 慈爱的女神赐予我匹敌一切黑暗的力量 我的全名是卡在瓦里的一根刺 可以称呼我为卡哇伊 被选为祭品是你们凡人的福气 你们的身体将会和这颗神树一起得到永久 此时神庙内突然的大喊中断了她的诊话 卡 卡哇伊大人 求求您饶了我妹妹吧 她还太小了 卡哇伊微笑着缓步上前说道 心地善良的人了 用向往虫刀的心表达你对女神的敬意 谢谢你 众人心中希望的火苗被无情浇灭 迪亚暴怒的同时也终于认清了现实 我定要灭了你不可 真是令人感动的姐妹情啊 本来你的妹妹都已经解脱了我 能轻松点上路你们应该好好地感激 此时的化身守护者们察觉到了一丝一样 喂 这个女人有点不对劲 死气逐渐从迪亚的体内向外冒出 守护者被眼前出现的巨大之物所震惊 这股黑气有问题 身体动不了了 你根本就不是什么救世 别再假惺惺的装枪做事了 有点意思 祭品之中居然还有个化身 不断外泄的死气逐渐汇聚成心 人们突如其来的尖叫吸引了迪亚 神再次唤起了他的心魔 难道我又要回去了吗 而眼前之人的一句话令他立马清醒 不要抗拒他 找回真正的自子 虽然不知道你是谁 真心的谢谢 随着某股神秘力量的觉醒 一大片磅礴的森林之力破土而出 仅是一顺 众人皆被这强壮无比的树干所包围 大家都别害怕 我会把所有人都救出去 什么 不如其来的一击郑重迪亚面本 区区小路竟敢在我面前如此傲慢 纵使你有两股不同的力量 而你的化身不过是个遥远地区的无名主 看来你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在太子 我可是有着一个响亮的名 德鲁伊 来自大自然的森林化身 无知的小路啊 看来你是没有见过神明的力量 随着树枝的生长 一个硕大的战锤就此显现 暴射而出的战锤直冲卡哇伊而来 就这 神明的力量是让你沉浮的 而不是让你武力于我 即是一只 汇聚迪亚全部力量的战锤就被轻松击碎 这股剧烈的炸响 顿时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命奥天也没想到的是 居然这么快就开始了 眼前发生的很快便让迪亚明赖 这家伙跟自己绝不是一个水灵的化身 而天上居然挂着一个巨大的黄金领红 随着一声响指 鸟龙很死落在地面 迪亚疑惑地向烟雾中看去 只见一个庞然巨物的身影 将它震惊了两秒半 好好好 就你们都会辨识了 这群鸟很危险快跑 迪亚猛的瞳孔一阵 这两根骨刺是什么时候过来的 我甚至都没有看清它的动物 你的勇气确实让我刮目相叹 但是呢很可惜啊 就你这小身板对于我的亡灵魂 没有塞个牙缝都不够啊 连做梦都想守护这个人的神化身 静隐藏着一个极其恐惧的能力和秘密 就在刚刚 奥天解决了决斗场的最后一只魔术 随着这场死斗的落幕 守护者们也端出了优胜者的奖励 一旁哈基米公爵似乎也在谋划着什么 而这宝箱中的雾笔 正是通往白莲树顶的关键钥匙 与此同时 迪亚在神庙内身重骨刺已是重伤 身后是他所保护的灵种 而眼前又出现了一只实力深不可测的亡灵魂 使得本就处于劣势的迪亚 形势越发的危急 好好看看你身后的那些人 正是因为你这怪物的出现 他们才会短到骨绝 我是怪物吗 这主意确实不错 对于当下的情形来看 迪亚现在也只剩下一个选 那便是化身陆形死神 狠狠地暴揍一顿眼前的这个嗜血恶魔 见此一幕 卡哇伊也是起了些许的信任 我承认你的毅力感动了我 倘若我使出这招 你又该如何应该 迪亚猛地回头顿感不妙 随后地面突然晃落 几时一瞬 在保护罩内的人们就被全部动传 与此同时 骨鸟脚下大量的树枝涌出地面 前足后继地扎入体内 这就是翅膀女神赐予我的伟大艺术 能见证女神的权威 你该为此感到万分荣幸 话音刚落 白莲树枝便泛起了红光 逐渐向亡灵鼓鸟的身上汇聚 而这些红光的本质 竟是那些树叉上的王者灵魂 力量带来的舒适感 令卡哇伊被预悦 随即大手一挥 迪亚造出的树干便迅速枯萎崩塌 守护者们感受到这股力量后 身体也出现了异常变化 不朽的傀儡干世就此诞生 亡灵鼓鸟的咆哮 几乎要将迪亚子吞没 而她也在这股威压下动弹 糟了 力量一点都使不出来 只见卡哇伊的手轻轻一挨 迪亚就被这迅速报警 树枝索营 别忘了这里是谁的地盘 你的化身在我面前 不过是小菜一人 傲慢的小鹿 我便你一个活下去的机会 一千减七等于几 要杀便杀 我不想看到你那令人作呕的脸 卡哇伊刚想抬手解决迪亚 忽然展开的大门 一道红光乍现 一直冲卡哇伊而来 此时的奥天也注意到了迪亚 低声笑道 你们两个玩得这么花的吗 而卡哇伊也注意到了白莲数字 这家伙居然利用 决斗场规格上来自杀我 转眼像神庙外望去 早已是一片狼藉 当奥天看清卡哇伊后 更是满脸的活 喂 我让你去调翅膀化身 你带着玩球 此话一出 令迪亚当场猛逼两秒半 臭小鬼 把你的嘴给我闭上 你居然敢侮辱我伟大的翅膀化身 看我不把你的嘴巴给撕烂 再把那胡说八道的舌头给拔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 小白猫你应该要知道 眼前的这个傻鸡并不是翅膀化身 与此同时的神庙外围 哈吉米一刀就顺秒了守护者 双方的战斗已进入白肉 兄弟们跟我冲 一个活口都别留 此时大门内的异样感吸引了他的注意 刚刚踏入门内 就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 网上的阶梯全是化身守护者的遗体和残肢断壁 回到神庙内部 奥天三人的战斗一触即发 迪亚听闻奥天的话后当即表示疑问 搞了半天他竟是个冒牌活 你说的这不是废话吗 女神之所以给他赐予这么宏伟的女子 正是因为他有着三对白色翅膀 而眼前的这个翅膀化身 就连一对合适的翅膀都没有 这跟走地机有什么区别 作为逗笑我的报答 我觉得应该好好地讲一下 而卡瓦一听后则是一脸吃惊 此人竟对翅膀化身会如此的了解 一声令下 变异的守护者皆向奥天冲杀而来 这一场复仇与邪恶间的激烈厮杀 更是下一个生存与毁灭的开端 就在刚刚 奥天幻化出了龙爪 临风一规便将神术拦腰而断 迪亚终于摆脱了卡瓦一的痛恶 他再次对奥天的出手搭救 是担心 别废话剩下的交给我 你爱上哪就上哪去 此时的迪亚注意到了窟墓中的动作 不顾安危地就朝着那两个孩子跑去 奥天突然感觉到了威胁 立即向迪亚大喊快跑 守护者发起近身攻击的一瞬 脑袋就被奥天一掌拍飞 随着力量在口中的逐步攀升 无数次次炮水而出入 狂风乱炸 仅是一瞬便将奥天所淹没 迪亚则是死死地将两个孩子护在身上 烟雾随着目光逐渐散去 映入眼帘的正是黑龙形态的奥天 狐鸟还未反应 黑色的声音 奥天犹如炮弹般的 鸟头的巨大身躯轰然倒下 奥天反应过来 我承认你的确很调 足以见证女神赐予我的全部力量 话音刚落 只见卡瓦伊身后亮起诡异的光环 抓也向着地上的奥天指去 迪亚顿感个妙 遭了这家伙又要 用那臭嘴靠近我 简直就是陷阱 灵力的爪击不仅撕开了奥天的耳朵 弹出的余波更是阵列了大 随着奥天的一声力 体内的黑气从伤口不断歪 一只更加粗壮的龙爪就此诞生 这一幕令卡瓦伊顿时猛逼了两秒半 突然我就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不知当讲不当讲了 奥天将断臂的怒意逐渐汇聚于主心 猛的一挥 血气伴随着斩机迅速飞出 卡瓦伊立即支起神术敌的 却不亮 落了个人坤分离的下场 痛感袭来后的卡瓦伊 发出了母鸡下蛋般的哀嚎 幻化的身形也在这一刻退去 目睹这一切的迪亚不禁冷汗之流 还好奥天当时手下留情 奥天刚想上前补上一刀 却不料无头的亡灵古鸟再次起神 猛烈的撞击堪比陨石 奥天侧身一步好 但是勉强阻挫 起身后扭头定进一看 雾气中出现了一个更可怕的黑影 反应过来的奥天再次跃起 更加激烈的战斗也将一触击发 就在刚刚 天空上出现诡异的裂风 宛如神明的神秘黑影突然降 周身散发的威压更是令人窒息 而他此行的目睹 正处于这白莲神树顶部的神庙中 此时的奥天正与卡瓦伊输入 几时眨眼的功 告起的奥天就一掌洞穿了卡瓦伊 卡瓦伊虽是吃痛 可他绝不会放弃这千载难逢的时机 只见他的肌爪向上一指 奥天的落脚点就被神树来 卡瓦伊邪魅一笑 你不是挺能跑的吗 再给我跑啊 话音刚落 亡灵鼓鸟的胸口猛的张开 无数鼓刺如同咒语般暴舍 仅是一瞬 炸裂声就想撤了整个声音 心急如焚的迪亚大喊着奥天的名 呼如其来的黑影绕到了卡瓦伊的后方 等他察觉以为是已为 猛烈的欧拉欧拉拳轰击着卡瓦伊 鼓爪紧急挥出去还是被轻松躲过 此招伤害性不大但侮辱性极强 卡瓦伊被这家伙气得那是当场骂了 奥天刚刚落地 卡瓦伊就被眼前的一幕震惊 这双脚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难道有着变换其他生物样貌的技能吗 一旁的迪亚则是看清了事情发生的过程 在古次击中奥天的前一刻 他用龙爪自断双足 因此才能躲过那恐怖的伤害 甚至在空中就已经完成了脚的身体 奥天惊人的实力令卡瓦伊陷入了神思 想要彻底的击败他 就必须要将他控制住 然后一击避雨 不能给他任何恢复的时间 卡瓦伊技能的发动 伴随着地面巨大的荒谱 这家伙又在搞什么鬼 只见奥天地面上的石板突然隆起 大量的神术树枝直奔奥天而起 让你之前的树枝 且更具有威力 奥天在逃跑的过程中看向了卡瓦伊 白莲神术在源源不断地提供他力量 就连先前造成的伤害也全部恢复了 这样的拉锯战对于奥天显然是吃亏的 由于神妙的震动 引起了白莲神术摇晃 而这一幕恰好就被奥天所察觉 只见他的力量逐渐像双脚挥子 猛地像枯 而他的异常举动 却让两人当场猛低两秒满 他居然放弃了对他有优势的地理 奥天的一拳和 不是 这家伙怕是有什么大病啊 好着来为了就是拆我家的嘛 奥天随着天花板的石块迅速掉 失去立足点后 就跟高阳一样任凭拿捏 卡瓦伊在一阵大笑中缓缓地靠近奥天 现在你的手脚都无法移动 你觉得你能杀死我 面对卡瓦伊的步步紧递 而奥天只是不急不慢地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 迄今为止你究竟杀了多少人 卡瓦伊也是被这愚蠢的问题给多小 哪只鸡会记得自己吃过多少命 这样的回答奥天甚是满意 看来你还不知道生命的分量有多多 话音刚落 奥天的后背就撑起了一对黑色的翅膀 杭博的死气在这一瞬爆发直冲天际 由于王者之魂技能的发动 奥天三阶段的龙形态也变成了古龙的样子 而这全都要归功于世事就会世事地崩割 不过一会 天花板上传来了莫名的躁动感 卡瓦伊缓缓地抬头 发现了不可思议的阴影 先前被他挂在神术上的人们全都复活 而这些人们一旦离开了神术 也就意味着卡瓦伊再也无法得过神术吸收灵 国际奇术的王者大军向着卡瓦伊发起了嘶咬 迪亚的七里香也在这一刻下药的裤带 说实话我也想知道这肌肉到底相不相 仅是片刻的功夫 卡瓦伊就被自己做的灭酒烟幕 随后更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才钻出这片尸闪 流尽灯枯的卡瓦伊直冲迪亚人 今天我就算是死了 也要换掉你们终的一个 可令卡瓦伊没想到的事 走着天空一声脆强 一道金光乍现直冲卡瓦伊耳朵 炸力营气的光芒令人难以争议 烟雾逐渐散去 只见卡瓦伊的脑袋 被人当作篮球一样抬在脚下 而这个神秘人却散发着练习两年半的气息 仅是眼神的对领 就使迪亚的尿意顺着额头流下 神秘人突然的下跪更是令迪亚走着冷战 我来迎接您了主人 固知您的旅途是否愉快 此时迪亚身后的小男孩缓缓站起 一股不好的预感在迪亚的脑中 小男孩不仅长出了一头飘丽的肠脑 就连身体都在迅速变大 出现在众人眼前的竟是传闻中的大宝 女神点画在凡间的翅膀化身本尊 天牵肠挂肚的男人就在眼前 可挡在他面前的翅膀守护着 竟有了一拳崩裂空间的能力 而身为主人的他 究竟有着什么恐怖的实力 在他起身之后 迪亚仅是与他对视了两秒半 就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痛觉 像是身体里的力量对他产生了共鸣 迪亚疑惑地望着他的背影 这个男人到底是什么人 冰死的塔娃一缓缓看向了眼前的男人 看经的那一颗眼珠子都差点下掉了 难道你是古语吗 为什么你会出现在这里 看来你的记性还挺好的 至少没有忘记我是谁 我怎么可能会忘记你这个冷酷无情的前主人 我有今天全都是拜你所赐 话音刚落 古语只是向上比了个手势 守护者便一把扯开了卡娃伊的身躯 并将它带到了翅膀化身的面前 我们最初创造的生命中 也只允许有价值的人战赏天空 你觉得你有这个资格吗 作为你忠实的仆人 我仰慕你 敬畏你 只因我想学你上的天 你就要扯掉我的翅膀 甚至不惜杀掉上万人变成这般模样 也是为了重新长出翅膀 不等他说完 古语将手轻轻地扶在卡娃伊的胸口 而古语对他的回答只有六个字 毫无价值 随后卡娃伊的全身被一股光芒所凝视 化作基本后的他体内掉出了一根树枝 不过是拥有神圣之术力量的结合物吧 这跟异界术相比还是差得太远 比起卡娃伊这个弱姬 古语更在意的是这个叫迪亚的女人 此时在不远处的狮山中 有一只猛兽缓缓地睁开眼 这个人说话的声音 奥天这辈子都不可能忘记 那是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 古语的梦想 是在这大路上找到通往神界的地平线 为了完成这个梦想 他甚至不惜与全部人为敌 而奥天从小赖以生存的族群 还有那对他无比温柔起伏白貌美的梦境 都随着古语的离开化作了交谈 转眼回到现在 古语来到了与他有着联系的女人面前 愤怒的情绪顿时冲破了伤痛的束缚 二十年了 我找了你整整二十年 悲伤与恨意在这一刻化作复仇的血刃 随着奥天的二臂猛的一回 锋利无比的血刃 而这一击却被守护者轻松地接下 古语更是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 暴起的奥天打出了这种荣誉的方向 哪里来的杂鱼也敢挡我的路 奥天飞速地靠近守护者 却不料 仅是过了两秒半 失去脑袋的奥天再次恢复 守护者好奇地询问阁下尊性大理 奥天的回答仅是两个字叫爸爸 话不投击败诸多 这一拳二十年的功夫你讨得住 话锋一转 此时的古语和迪亚两人四目相对 正当古语要出手解决迪亚之时 一把战斧飞速袭来 而结果确实只有空气 这家伙的速度是怎么回事 好久不见了哈基尼 过了这么久了你还是不懂放弃 又连那个黑不溜秋的家伙都没放弃 那我这种小决策又凭什么了 对吧 守护者此时发现了奥天的异常 一脚脖子踹出拉开锯 奥天的形态在此刻开始改变 体型随着愤怒在逐渐增大 一对巨型的翅膀也从背后冒了 正天的咆哮惊呆了在场的所有人 吴宇看着眼前的黑龙笑道 看来今天是个好日子 有这么多的老朋友来给我接风了 天人此时深陷自己的回忆当中 他不仅要面对难以承受的温室 还有几十米高的黑色 而这条黑色巨蜂 正是奥天的力量源泉 只要他的渴望跃 就能获得更大更强的黑龙力量 而黑龙所需要的 仅是奥天内心里激发的不愁和愤怒的情绪 奥天此时已经完全失去 体型和力量更是得到了成倍的提升 就连守护者都不禁开始怀疑 眼前的这个男人是不是换大号 只见守护者通体发散出金色的光芒 奥天的龙溪也在口中逐渐汇出 随着双方的攻势迅速射准 在他们之间更是引起 冲击后的鱼波 谷宇用翅膀轻松挡下 这小子做到这步甚至不惜消耗自己 而且内心居然还没动力 哈基里抓准了谷宇分身的时机 带着战死队友不处的性命 一往无前的直冲谷宇而去 就在他正要挥出的那一刻 谷宇却已无法察觉地 恢复于他的身后 引领胸甲和战领已随之而落 而谷宇则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去陪你的好兄弟们吧 哈基里犹如战神附体般的代表精神 你能击败我们的肉体 可是永远一遍了 解决了哈基里后 谷宇再次来到迪亚的面前 看得出来你很害怕 就跟从前的你没有任何距离 当迪亚虚弱地抬头望向谷宇时 曾经缺失的记忆完整地浮现在眼前 手放在自己的胸口上说道 我体内的树枝在颤抖 这就证明了你也是那颗大树选中之人 当谷宇越过迪亚而走时 迪亚当即表示出对于树枝的疑问 树枝是神明赐予凡间生物的力量源泉 不仅可以化身为人形 还能获得异于凡人的天赋和尽 谷宇刚说完 便将树枝放入了亡灵骨鸟的体内 煞氏骨鸟的周身雷光大脑 无所谓向天空自生日出 好家 我还以为巨人要来了 结果出现了只是个两尺半的孩童 而这个孩童正是被囚禁多年的谷鸟 同时也是跟谷宇出自同源的兄弟 名字叫做齐兹 转眼来到了另一边 守护者与奥天之间的战斗还未结束 奥天巨大的龙爪在此为人生物中 疗风不恐 守护者的优势也不准来 但三阶队的奥远 这可是个玩具一样 正当他想的怎么对付眼前的怪物是 奥天却意外地张开了双尺 其实轻轻的一挥 就如同炮弹般飞出神明 扬起的烟尘更是遮挡了所有人的视影 见此一幕 骑子的脸上显现出一丝担忧 随之而来的摩头沙告诉他不用害怕 这股温暖也渐渐平复了他的心情 此时的奥天在空中拖起了碗子 不过一会 畏惧他全部力量的大招 天体之火就此战胜 随着翅膀往后一回 硕大的火球朝着神庙暴霜 见此清醒 无语只是不急不慢地抬起了手 只有这点程度就敢调不去 这片天空早已没了你们龙族的一起去定 这一光芒与奥天的大招接触了一瞬 便以光速轻松穿透了火 这般恐怖的速度 奥天更是必无可 这股力量的威力之大 直接将天上的云层层破开 在远处观望的小兄弟一脸哭腔的喊到奥天 这里是白痴 我来汇报下战口 现在已经可以确定翅膀化身的位置 经此一战 我已确认白莲神术已经 虽说是借助了翅膀化身的力量 这确实有些不厚道 可我们手里的底牌 复仇化身黑龙奥天已经败了 从小就是个会唱跳的练习生 只因一口犀利的RUN 便收获了一只会喷火的小谜底 就在刚刚 一片神秘之地的荒野上 速度与激情在一条龙的身上上演 是小龙飞速狂奔的原因 正是身后对他紧追不舍的五条狗 大哥我跟你们后头饿三天了 连屎都没吃着热乎的 这蜥蜴就让给我吧 客门你给我起开 这玩意必须是先到先得 随着一声快退后 奥天帅气逼人的身影 首次出现在小龙的眼前 大哥这是隔屁了吗 那不正好咱俩以后可以吃口肉 听口音他好像是隔壁村的狗 可为什么长得像个人了 真特么狗算了总啊 奥天得意地一哼小菜一碟 而他此时的形象在小龙看来 那必须是身长两米五的大王 此时正值赏五 一人一龙一狗在石头后乘凉 小龙疯狂地摇尾示好 奥天虽知道但却视若无底 喂 你小子为什么要一直跟着我 小龙没有说话 继续点头摇尾向奥天示好 你看起来一点肉都没有 肯定不好吃 而奥天的话却引得小龙对他咬上一口 你小子欠揍是吧 而小龙的回应却是 你不是蜥蜴吗 怎么会吐 难道你是龙吗 曾经的我你爱搭不理 现在的我你高攀不起 地面突然地摇晃令奥天顿着 当他回头望向那块追羊的石头时 一个遮掀地狱的身影出现在他眼前 就是你小子给老夫的钉上点个火是吧 此时的奥天已是被追了两分半 再往前数米就到了戈壁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奥天发挥了唱跳的练习声本论 这个戈壁跳下来脚是真的吗 可令奥天没想到的是 这荒漠上居然还坐着一个人 现在的情形根本由不得奥天想起他事 严甲犀牛的不死不休可谓是人尽皆知 既然你这么有兴致 那我就好好地陪你玩玩 我会让你看到黑龙后裔的真正力 话音刚落 神秘人突然出现在奥天的身后 这家伙什么时候过来 当他摘下帽子之后 年轻时的谷宇首次出现在奥天的眼前 严夕虽是荒漠的一把 但敏锐的嗅觉还是让他闻到了谷 只是谷宇的一个眼神 严夕就吓得立马掉头而头 奥天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总觉得这个人肯定非常厉害 谷宇倾泻地向奥天询问 小男孩你不要紧吧 也就是这样一次偶然的相遇 确实两人命运的齿轮都开始了转移 而这样的命运对于奥天而言 却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奥天刚回村就受到了大火关切的问候 你这小子跑这么久也不跟你姐姐说一下 当有人问起奥天边上的人是谁时 奥天却支支吾吾地不知该怎么说 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叫住了奥天 来自姐姐严厉地训斥也紧随而止 你小子又独自跑去神秘之地了吗 要是出事了该怎么办呀 还有你头上的这个蜥蜴是怎么回事 先不说这个了姐姐 向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谷宇先生 先前就是他救了我 姐姐突然地咳嗽中断了奥天的说话 掌心内全是咳出来的墨汁 努娜你没事吧 快跟我去房间 你的身体还没好就别跑出来了呀 而此时的奥天还不知悲剧即将来临 转眼众人就来到了组长的营帐内 组长一边递出了丰盛的食物 一边向着谷宇郑动的道歇 作为感谢他救助了部族成员的报答 可以在部落里得到充足的便利 这样的结果令谷宇非常满意 因为这里本就是他所寻找的目的地 小龙天生的嗅觉察觉到了谷宇的威胁 又是同样的眼神 小龙惊恐地躲在奥天身后 组长表示 谷宇先生在部族的这段时间内 就由奥天作为向导 而奥天的态度却换来了沉甸甸的意证 随后便向谷宇询问来此的目的 谷宇很直接告诉众人自己是探险家 从事地理研究与化身研究的工作 说完便从当里掏出了热乎的羊皮纸 多年以来 自己游历在这片大陆的每个角落 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传说和故事 而这深红色的荒漠里 有着一个化身的传说 组长当即表示一问 请问先生要找的化身是什么 他的名字是阿兹达哈卡 是首批神明赐予神圣力量的人之一 而这样的化身一共有六 同时也是六人之中至强的存在 他在凡间不停令人们感到敬礼 而且还受到众人的崇拜 人们都把他称之为恶魔的化身 黑龙就是他的种族和身份的象征 男人不足数百年所信奉的黑龙 竟隐藏着一个惊天的大秘密 而这个秘密被奥天知晓后 将彻底颠覆他的认知 此时在部落的帐篷里 努娜将谷宇给的补品一饮而尽 立马就焕发出了久违的喜色 稍作歇息后 谷宇表示得再次出门探查地形了 这样的活动又怎么会少了这个小巷头 姐姐以温柔似水的声音喊住了奥天 像往常一样露出了天使般的微笑 一切小心 我等你回来 放心吧努娜姐 等我回来了一定给你带一堆好吃的 奥天临走时只是回顾了一眼 却惊奇地发现 那些大人们全都面色凝重地看向他 奥天很快便明白了其中的含义 大约走了两个半小时 两人来到河边稍作休息 奥天向谷宇询问了近期调查的进展 若是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 是否会想着另寻他路 谷宇表示目前已知的信息 也就只有黑龙后裔智力破碎的历史 相传在过去 奥天的先祖们遭受了入侵者的袭击 击退入侵者的正是拥有恶神之力的黑龙 奥天的部落现在得以繁衍生息 也全靠他们所敬畏的这个恶神 然而村民们对黑龙的话题闭口无谈 当谷宇察觉到奥天身上的伤口时 你是不是又偷偷跑去狩猎了 奥天的回应却是请求谷宇帮他保密 原来奥天自幼父母双亡 都是因为得了一种奇怪的病 抚养奥天的重任就交到了姐姐的肩上 全靠姐姐一把屎一把尿地将他喂打 可姐姐现在也生病了 自己必须站出来好好地照顾他 跳过了这个沉重的话题 奥天向谷宇询问为什么要寻找化身 因为化身拥有着神明赐予的秘宝 每个秘宝都代表着不同的神力量支援 六大化身拥有的神之力已经超越了认知 倘若有人可以集齐所有的密博 那个人必然会站在这片大陆的顶端 所以那个谷宜之里的东西就是 奥天冷不丁的一句话令谷宇大惊失色 好小子 你果然是知道点什么的 快点告诉我吧 奥天眼看说漏嘴了瞒不住 只好将事情说了出来 在奥天只有两岁半的时候 姐姐告诉过他 黑龙在赶走侵略者后并没有停止 而是把这片荒野全变成了灰烬 随后黑龙将一块鳞片托付给了祖先 分离力量支援后的黑龙就陷入了沉睡 后来祖先们在龙之峡谷建造了一堂寺庙 他们命令村里精锐的战士们日夜守 就是为了保护那块黑龙岭 我也知道你想说什么 但这是我们不足历代守护的保护 既然村长允许了 你在村里想住多久都可以 唯独这个地方我是不可能带你去的 听完奥天的话 谷宇沉思了片刻随后开口说道 既然如此 那我希望你能跟我去一个地方 随后花了大半天的时间 两人徒步来到了一片赤红的大地 卢比此时已净显疲态 奥天将他一把抓起 你带我们来这里是为了什么 如你所见 这荒漠就是黑龙在那次战争中留下的 数百年来寸草不生 你觉得黑龙如果只是普通的火焰 能令万物停止复苏百年之久吗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难道就没有怀疑过吗 这一切都是由黑龙的诅咒造成的 你说什么 这不可能 黑龙可是掌管生死和诅咒的恶神仆人 他所拥有的力量全是来自恶神赐予的秘宝 一个为邪恶之神服务的化身 用你们把恶神的诅咒传播出去 这其中也包括了你父母 当然 还有你那个生病多年 现在已是风中残烛的警戒 你有如今这悲催的命运 这些全部都是拜黑龙所赐 而你那龙之峡谷的黑龙灵 就是解开这诅咒的关键 解决一个七尺的壮涵 需要的时间是多少 两秒还是三秒 都不是 咱们给你答案 我不说 但是 解决完第二个守卫之后 谷语回头向奥天示意可以出来 而奥天还没从刚才的一幕中恍过神来 甚至都没有看清他的功能 就结束了战斗 剩下的就交给我 以在后面小心点保护好手中的话 就这样两人缓缓孤入了龙之峡谷的黑龙妙 其余的守卫甚至还没有做出反应 就被谷语以诡异的速度一招放倒 而奥天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即将面对的是什么 进入这个幽暗的房间后 两人的目光就被眼前的石棺所吸引 奥天手里的花像是有了回应一般 散发着更亮眼的光芒 谷语先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而谷语并没有理会奥天的问题 只见他从微微的颤抖 逐渐变成了放肆的大小 没事的奥天 你不用害怕 随着谷语掀开石棺的概念 一抹金色的光芒直接将房间所照亮 里面的宝物更是令奥天震惊不已 这个就是当年黑龙留给仙祖的秘宝 黑色的逆鳞格外显眼 而这也成了黑龙的弱点 面对不足仙祖守护数百年的秘宝 奥天在这一刻却慌了神 谷语先生 我若是按你说的去做了 我的姐姐 姐姐她真的可以治好吗 谷语静静地看着身边害怕到颤抖的奥天 缓缓地将手搭在奥天的肩上说道 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愚蠢的人类 谷语的话就像利剑般地穿透了奥天的心 而奥天抬头看到了 除了谷语诡异的笑容之外 还有着另一面恐怖的脸 谷语一把抓住奥天 硬是把他拽到了石棺旁 无论现在奥天喊的有多大声 都显得是那么苍白无力 就在接触的那一刻 黑龙灵绽放出了金色的光芒 奥天眼中的惊恐 也在这一瞬化作了无比的绝望 此时的努娜刚从睡梦中睁眼 醒来时就发现奥天已不在床榻上 当她走出帐篷的那一刻 却见到了令她无比震惊的一幕 随之而来的是地面巨大的震感 这股震感也传到了不远处的一个洞穴 睡梦中的达哈卡猛然睁眼 很快她便意识到了是秘宝一出了事 暴怒的达哈卡猛地震开双尺 究竟是什么人竟敢动我秘宝的主意 话音刚落 就被达哈卡的冲撞迅速破开 被震感惊醒的众人还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直到有被人指着天上喊道 你们快看那边 只见天空上的庞然巨物正朝着龙之峡谷飞去 沉睡了数百年的达哈卡 眼神中充满了怒影 此时的黑龙庙已是破败不堪 露比绝望地哭喊着奥天的名字 可无论她怎么喊 我不见奥天有一丝的反应 奥天的二臂也在光芒出现的那一瞬化作飞回 好在露比坚持不懈地努力 终于令奥天恢复了些许的意识 当她缓缓地抬头望向光柱时 发现古语正站在那 眼里充满了对秘宝的渴望 终于让我找到你了 当她伸手触碰的那一刻 神树之花再次绽放出更耀眼的光芒 古语的眼神中却没有透露出一丝的迷茫 更大的光柱直接将她所吞没 而古语没有被伤害 也就意味着秘宝已经完全接受了她 古语不做犹豫迅速挥下 我不做人了周周 只见神树之花渐渐融入古语的身体 在她的体内形成了一张全新的脉络 随着光芒和烟雾的散去 古语也完成了她的蜕变 正当她要起身离开时 达哈塔突然落地拦住了她的巨蠢 愚蠢的凡人 你知道触碰我的逆铃不有什么结果 结果吗 对我来说现在就是最好的结果 话音刚落 古语的掌声就被树到狂风所包围 通过狂风的翅膀在夜空里绽放着薄木的光芒 初次见面达哈塔 我的名字叫做古语 同时 我也是女神点画在凡间的翅膀化身 更是要将你葬送再次 那准神级化身的对决终于来了 黑龙是神赐秘宝的六大化身之手 而翅膀则是拥有神秘之力的新化身 只有活着的人 才有资格站在这片天空之上 就在刚刚 如与变身的狂风引起了阵阵沙尘 当奥天缓慢地抬起头时 却看到了他从未见过的场面 两大化身之间的气氛已到了剑马朦章 随时都有可能开战 可令达哈卡疑惑的是 这个人的身体里为什么会有神之秘宝 而且数量还远不止一个 正常来说 普通的化身根本承受不住这么庞大的力量 愤怒的达哈卡当即质问古语 你对那些秘宝的原主人做什么 古语听完就发出了癫狂的大笑 不把那些家伙杀了 秘宝又从何而来 话音刚落 五个光球就在古语的周身凝聚成形 随着翅膀猛的一挥 光球迅速在达哈卡的身上炸开 待烟雾散开之后 达哈卡的身形逐渐显现 古语一眼看出此时的达哈卡 由于身体与神明秘宝分开 昔日的战力如今早已不复当年 古语见状当即嘲讽到 不过是诸神时代的幽灵霸 我要彻底地击沉你 这句话直接将达哈卡的怒气所点燃 一发巨大的龙面看出 古语以敏捷的速度轻松躲 借着达哈卡在地上抱起 直冲古语追群 笑着 别以为仗着有几个秘宝就能与我为敌 随着达哈卡念出了一段独老的咒 周身的法阵也出现了许多巨大的火球 这些火球如同陨石般朝着古语来去 古语见状立即转身 既然如此 我就让你见识一下女神赐予我的全能 愿知识之光普照大理 下一秒 达哈卡的火球接连命中古语 仅是一瞬就被巨大的光芒所吞噬 光芒逐渐散去 四目相对的两人虽是对手 但却都有了一个相同的想法 不能再拖啊 必须释放至强技能一招定胜负 随着双方的翅膀猛的一挥 两股力量在空中相互交织 达哈卡的技能显而易见地落了下风 这些光芒在穿透达哈卡的技能后直冲他而去 必无可避的达哈卡吃下了满满当当的一击 光芒更是将整个夜空所照亮 众人见状除了惊叹古语的威力之大 脸上还挂满了对达哈卡的担忧 奥天用尽全身的力气艰难起身 嘴里还念叨着孟娜的灵状 愤怒与愧疚充斥着他的内心 可是到如今自己又能做些什么呢 奥天刚抬头看向天空 就被眼前突如其来的乍响所吸引 而这响声的源头竟是达哈卡残破不堪的身躯 达哈卡的大势一去 古语也退去化身 达哈卡你犯了一个很致命的错误 那便是你的傲慢与无知 失去了恶神的力量 仅凭你现在的实力怎敢拦我去路 不过也好 这片天空之下也不需要两个活着的王 古语的话刚结束 就变成了一道流光朝着天空飞去 望着离去的古语 只能说奥天还是太年轻了 就像很多男孩一样 被骗了之后才会成长为难人 冰死的达哈卡向奥天提出了疑问 就是你把翅膀化身带来黑龙庙的吧 奥天的自责已经溢于言表 不停地向达哈卡重复着对不起 没想到我一个恶神化身屠戮万物数百年 却在临终时有了这么不愉快的情绪 你觉得 听你几句对不起就能取得我的原谅吗 你的余生 必须活在我的愤怒和诅咒之下 我要你拿一辈子的愧疚来偿还 话音刚落 达哈卡的肉身就被黑色的火焰 随时殆尽 随之出现的火焰凝聚成了黑色的龙头 然而这场悲剧对奥天而言 仅仅只是个开始 而它接下来要面对 才是属于这世间最令人绝望的恶 凝聚成型后的达哈卡迅速飞向了军中 一种不好的预感在奥天脑中浮现 可就是怕什么它就来什么 达哈卡所去的方向正是村子 不出片马 达哈卡就来到了村子的上头 愤怒的龙焰席卷了村子每个角落 惶恐的人们来不及逃跑 就被火焰请客间吞噬 这其中也包括了奥天的姐姐 痛苦的呐喊声响出了天气 奥天边哭喊着姐姐的女 边跑回了村子 可等待她的 是黑龙浓烈的热意和诅咒 这只力量一瞬就将奥天所包围 源源不断地涌入了她的体内 身上的血肉也得到了新的生长 黑色的火焰逐渐包裹了她的心脏 奥天不停地重复撕裂与生长的过程 痛感更是遍布了全身各个角落 双臂也变成了巨大龙爪的能量 愚蠢的犯人 从今日起 你的愤怒与复仇将会化作我的力量连群 而我 将永远的诅咒 转眼回到了现在 此时的奥天正被关押在地牢之中 虽然她与谷雨的一战被对方玩搞 但她复仇的心却从未放弃 本以为只是场平庸的对决 却突然有了一种把握不住的感觉 转眼回到了现在 谷雨望着坠落的奥天不禁感慨 没想到这还是一场有着惊喜的长途旅行 我们也是时候回神庙了 接到命令后的守护者 静止向谷雨走去 随着一声脆响 守护者再次破开了空间传送了 正当谷雨要离开时 一亚大声地叫住了她 他们都说你是个邪恶的生物 还妄自成神 而这个孩子毫无疑问是真正的化身 你能不能告诉我 在没有遇见你之前 我到底是什么人 是不是跟这个孩子一样 谷雨经文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 这一切都不过是因果吧 因果断了 缘分也就随之而然地消失 我期待着有一天 我们会再次见面 好家伙 给老娘玩废话文学是吧 要不是体内树枝整得我没力气 我巴不得现在就冲上去 给你两嘴巴子 此时在勇士族王宫的浴池内 就看这背影 我不说性别你自己猜 当时就给我整不回了 突然两名随从走了进来 陛下 哈基米公爵在南部哨所传来的消息 国王听闻立即起身 好久没听到这么好的消息了 你们俩很幸运 要是再给我报报坏消息 我已经准备好给你俩一点小惩罚了 根据信上所说 陪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化身和两个人类 那个化身是有翅膀的生物吗 一旁的黄毛听完立即打道 这个化身的身份还不清楚 最好还是由陛下清零才好判断 有点意思 没想到哈基米还给我带来了意外之喜 此时位于勇士之城的南门 随着城门的敞开 迪亚与哈基米两人步入了城门内部 根据哈基米的自我介绍来看 他跟奥天一样对翅膀化身有着深仇大恨 此次也是他邀请迪亚一同前往组织的祖国 表面上看他们是为了比赛的强硬 实际上的目标无疑是奥天所拥有的力量 还有在那场战斗结束后 白斯就莫名其妙地挽起了失踪 而迪亚此行的目标 就是为了来勇士之城见一个人 会议大厅的门缓缓了开 会场内的气氛庄重且严肃 所有人一言不发地等着国王到来 国王手底下更是战将如云 这一球撞上来怎么也得掉得及一些 随着守门的士兵大喊 陛下来了 三人的身影也出现在迪亚的眼前 迪亚对勇士族有些许的了解 一眼就认出了国王陛下 她是勇士族号称女武神的守卫女 而且对长着翅膀的化身非常的厌恶 不过话说回来 倘若要是娶个这么哇塞的女人 我需要准备点什么吗 哈吉米刚想下跪向女王行礼 就被女王出言中止 不要见面就给我整这些屁事 我现在就想听听你这些日子调查的成果 哈吉米回答道 按照计划他们偷袭了竞技场的参与者 伪装成他们的身份参加了比赛 虽说后来是到了四年 可却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变态 在那我遇到了翅膀化身的真身 闻言两名女战士立马露出了震惊之词 屁别放一半又憋回去 接着说 说起来着实令我十分羞愧 我连她毛都没摸到就被一招秒了 遇到她亏你还能活着 看你这伤可不轻啊 这点小伤对勇士之城的战士来说不知一体 我可不会因此放弃 总有一天我要亲手掐爆她 听完哈吉米的话 女王不禁嘴角上扬 你小子真不愧是我的战士 更不愧你平头哥的称号 还有 你身边的这位是什么人 很抱歉耽误介绍了 这位是迪亚 是大自然的化身 她与我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 所以日后作为盟友 给我们的行动提供她的力量与帮助 先前的战斗要不是因为她的救治 我现在已经隔屁了 女王转头便向黄毛询问了其他人的去向 回禀女王 随行的成员共有两人 是一个野蛮人与一个小女孩 小女孩的住处已经安排妥善了 至于那个野蛮人 由于伤势较重目前还没有恢复知觉 一直处于在沉睡中 事情干得不错 回头我会好好地奖励一下 女王大步地来到迪亚的面前 迪亚 欢迎你来到永世之城 我的名字叫做拉斯 非常感谢你对我族战士的帮助 迪亚点头表示这没什么 不过举手之劳吧 既然结盟了 你也该说说来我永世族的目的 迪亚将身体内有根树枝的事情告诉了拉斯 一提到树枝拉斯立刻有了解决 突然一旁的大喊吸引了两个人住 女王大人 没必要听这个女人讲故事 从她踏入正门的那一刻起 我就无法忍受她身上有着翅膀化身的恶仇 你自己都承认了身体里有着她的分支 听完黑斯的话 牛牛的表情立马严肃 迪亚她说的是真的吗 确实如此 自从遇到翅膀化身后 我体内的树枝就没有停止过共鸣 但我正是因为对这树枝完全不了解 所以才来找你寻求帮助 拉斯向哈基里询问是否将分支的事情告诉过迪亚 哈基里当即表示了否定 如果这丫头就是古语一直在准备那边 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守卫突如其来的禀报中断了众人的难关 拉斯被气得大声怒道 整了几口白的能给你喝成这样 不知道这里是皇家会议啊 非常道歉陛下 这是一个十分紧急的突发事情 离我们最近的那个平民区 有一个不知名的怪物攻击了我们所有人 经常被绑的人都知道 不听话的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而奥天被绑的原因 竟是他有着与巨人相似的能力 就在事发的两分半前 男人蓄力的一掌挥向了奥天 本以为可以轻松拿捏的他 却在烟尘散后露出了吃惊的表情 没想到奥天居然在危急时刻 幻化出了龙爪 而剑气在龙爪上造成了伤口 很明显的在快速恢复 守卫队长见此一幕 立马让小弟赶去王宫求援 看你那双手的能力倒还是喊剑 不过嘛 就你这点水平想见翅膀化身还是早了点 听到翅膀二字奥天直接暴起 男人刚举剑抵挡 却不料被奥天一转震开 这爪子的力道也太理不 要是正面吃下这一击 别说是我的剑 身上都得多个大窟窿 但有一点令男人十分好奇的是 他明明一开始就状态不好 却还能使用如此强横的能力 由于受到诅咒的影响 奥天突然地向前倾倒 男人抓准了这个天赐的良机 一臂突刺正中奥天的胸口 直接将其冻穿 此时奥天身上的黑色火焰不断冒出 甚至下巴都长出了巨大的尖牙 奥天猛地抬头 眼神中充满了无尽的杀意 男人看后顿感不妙 立即拔剑与奥天拉开距离 奥天的怒吼声变过了整个地下车 身上还不停地传出骨头碎裂的声响 火焰撕开了奥天的表皮后 将它彻底包裹 底情也在这不断的痛苦过程中 逐渐增淡 人们在这一刻 回想起了被巨人支配的恐惧 随着奥天的一声嘶吼 全身不满尖刺 身长数十米的地龙就此显现 特么这个家伙居然还藏了一手 男人刚要拔剑与之对抗 却不料下一秒 仅是一个眨眼的公主 奥天的巨爪已然来到眼前 与此同时男人余光一扫 这气息难道是 不等奥天的龙爪落下 只见拉斯提剑已飞跃至奥天的上空 赶在我的地盘上搞事情 你是想被油炸还是清蒸 不过一会儿守卫们就将奥天团团包围 赶来的迪亚立即大喊 拉斯快助手啊 他不是我们的敌人 这怪物已经对我的人造成威胁了 不管他是谁 我今天都不可能会放过他 突然奥天的眼神起了些许的变化 巨大的龙爪随之抬起 猛的一挥 却将拉斯整个一脸猛逼 这家伙在搞毛啊 只见奥天将龙爪深深地嵌入自己的脖梗 双爪向两侧同时发力 硬生生地将龙头扯了下来 巨大的身躯就这样轰然倒下 见此一幕 众人还没从恐惧中反应过来 而迪亚则是很清楚奥天这么做的理由 他不想被黑龙的诅咒继续控制 望着眼前这个钢铁一致般的男人 拉斯的内心对他也起了钦佩之气 两个半小时后的皇家会议厅内 为首的队长们召开了紧急会议 赛罗表示现在已将奥天关入地牢了 而迪亚也在皇家守卫的监视下随时待命 想必你们也知道我为什么要召开会议 这关系到我们与这两个化身之间的未来 这么危险的不稳定因素能关得了多久 还不如现在直接把它解决了 嗨思你这做事风格还真是野兰啊 我倒是觉得他的能力挺有意思的 能成有军的话是再好不过了 不等牛牛开口 嗨思已将闭嘴两字甩到了叶欧脸上 哈基米 你把他带进来之前 是不是已经知道他的能力 是的 而且我是亲眼所见 他与翅膀化身之间的矛盾是确认无误 你在开什么玩笑哈基米 没有给我们任何警示就把这种怪物带进来 我知道他的出现会在国内引起混乱 尽管有人反对我也认为必须这么做 他的强大远不止我们今天所看到 如果我们能帮他控制住这股力量 他将会成为超越我们所有人的武器 拉斯听完哈基米的话后表示了赞成 而这却让嗨思更加蹦不住 立即向叶欧大喊 你和那家伙不是交过手吗 以你的能力不是可以轻松解决他的吗 我作为首次介入此事的人 让我评价他或许有些奇怪 但他确实如哈基米所说的那般有潜力 若是当时女王没有出面阻止的话 我们双方都不可能毫发无损地结束 而且他的能力还不止我们看到的这基础 叶欧的话令嗨思当场猛逼两秒半 拉斯当即做出了决定并向远处大喊 出来把兔族的使者随着女王的呼唤 一个熟悉的身影缓缓地步入会议厅 好久不见了各位 有没有人想念我呀 转眼来到了勇士之城的地牢中 因为担心奥天会再次暴走 众人便将他用铁链牢牢锁住 房门突然地敞开 随之而来的是清脆的高跟鞋声 我还担心你见到我时会有点害羞呢 看来完全没必要啊 没错没错 就是这个眼神 每次你用这个眼神盯着我的时候 我就会忍不住地兴奋起来 心脏都怦怦怦地狂跳不止 B 这个boss擅长的能力居然是躁人 而像棋兹这般拥有恐怖力量的化身 在神庙中居然还隐藏着四个 在此之前 勇士之城的皇家会议厅内 白思的到访令众人感到十分差异 你这家伙究竟是怎么混进来的 而也有此时的注意力却在别处 少女名叫拉克 正是之前照顾奥天的亚人族少女 你这小淘气鬼可让我好找啊 还有你是怎么跟白思进来呢 拉克表示白思姐姐有一块金色的怀表 亮起光芒后就突然到这了 当哈金里严肃地问到白思有何目的时 拉斯向众人解释道 不久前白思就已经来过勇士之城了 他来此的目的就是为了与我们结盟 而且会提供足以匹敌翅膀化身的力量 刚开始我还以为他是个疯子 现在看来很多事都如他所说的发展 我对你的建议很感兴趣 说下你的条件 白思听闻立马拍手叫好 家族希望的是得到勇士之城长久的合作 作为回报不仅能得到翅膀化身的信息 而且还可以向你们提供复仇化身的帮助 突然身后的气息将白思吓得汗毛竖起 完了这波钥匙到领头了 众人纷纷向远处望去 只见白思身后的通道传来了这样的声音 好你个白思 居然敢趁我不在 把我当作商品给卖了 随着拉克的转身 本是唯米不振的卢比 在看清眼前之人的这一颗立马来的精神 边哭边喊着大哥飞速地跑去 合作的话大可不必 翅膀化身必须由我亲手解决 闻言 嗨斯立刻幻化出了双爪 这家伙不是被关起来了吗 嗨斯不知道的是 那些看守奥天的守卫 全都中了黑斯的血 女王大人快下令吧 我已经等不及要把这家伙撕成渣渣灰了 冷静点嗨斯 我想听听有关他的事在做决定 拉斯之所以想要了解奥天 正是因为奥天身上的伤疤数量远超自身 而伤疤正是作为一名战士的勋章 拉斯可以清楚地感受到 他的体内流淌着凶猛的生命气息 在他见过的所有化身中 甚至都没有一个能与之相 白斯尴尬地向众人介绍 这位就是我族的秘密武器 复仇化身奥天 下一秒 白斯就被突如其来的手掌拿捏 我什么时候变成你的财产了 是不是我太久没活动 你又开始疲痒了呀 没有没有 我怎么敢的 由于身体还未完全恢复 奥天的重心突然向前倾倒 黑斯一把将其搂住 这手臂的触感可真是令人垂涎了 奥天很清楚要是跟着娘们对视的话 怕是又要被他的赤童所魅舞 黑斯健壮立即嘲笑道 看起来你好像不太开心的样子 要不换我来吧 奥天被这两娘们整个火气都上了 立即加大了捏白斯脑瓜的力度 这家伙真的能击败翅膀化身吗 突然拉斯的发言中断了两人的嬉闹 白斯此时充满着对女王的救命之情 我们虽然不了解你的过往 但却非常了解你想要复仇的心情 如你所见 在场的每个人都是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 那就是不计代价的摧毁翅膀化身 对翅膀化身的怨恨 就是将我们汇聚在一起的核心原因 之前和你互掐的叶欧也是一样 他曾是追随翅膀化身的士族成员 因为一件秘宝导致被翅膀所灭组 在那之后他便发誓要向翅膀复仇 所以我能很清楚地看见 你内心中散发出对翅膀化身的无尽杀意 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我的名字叫做拉斯 是这座勇士之城的国王 随后奥天松开了白斯的脑袋 既然你想知道我能不能解决翅膀化身 那我便将能力告诉你 黑龙的诅咒拥有吞噬的能力 只要我吃掉的野兽越多 我的力量就能不断地增强 如果你们终有傻伯仪敢脱我的后头 我不介意加个餐把他的能力给收了 嗨斯听闻立马炸锚 女王你听到了吧 这小子也太狂妄 拉斯听后表示非常满意 并示意嗨斯坐下 奥天的这股傲慢竟俘获了拉斯的芳心 真不愧是本王看上的男人 我以勇士之城女王的名誉向你保证 从今日起 勇士之城与你正式确定同盟关系 塞罗巴德罗听令 你们两个去将迪亚带过来 遵命女王大人 我们立刻就去 与此同时的某处神庙中 看到这双狱族我已经猜到是谁了 他是翅膀化身旗下出色的战将之一 名字叫做贝龙 不仅有着空间传送的能力 双拳的崩坏力更是一绝 像他和齐斯这般拥有能力的化身 还有四个 不难想象这群人与勇士之城的化身之间 以后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齐斯的前身是被卡哇伊带走的亡灵姑娘 现如今新生后更是觉醒了大道雷霆之力 身为超级大boss的谷语 现在正要做一件非常离谱的大事 那便是造人 而且造的还不是普通的人 这些人都是拥有特殊能力的化身 随着贝龙的双拳合一 在他的身后立刻震出了一个巨大的传送口 众人缓缓地向传送口走去 只听见另一端传来了嘈杂的嘶吼声 就在谷语众人的正下方 数之不尽的野兽们正仰望着他们的神 等成功 先发送 无故一切向前冲 拼一子 负三代 拼命才能不失败 今天睡地板 明天当老板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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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弓 随后谷语向亡灵野兽们说道 你们如今的模样都是拜神明所次 只有活下来的 才有资格摆脱这无悔的身躯 与我一同站在天空之上 机会只有一个 突然亡灵野兽们的战役飙升 四壁巨猿抬手一记蓄意空拳 脸将之旁的野兽轰成了渣 其他的野兽也纷纷厮杀在一块 见此情景 胡语露出了一个满意的微笑 嘶吼声与哀嚎声充斥着整座山 每只野兽都想着在神明面前证明自己 转眼来到了勇士之城 迪亚在两名守卫的护送下来到了皇家会议厅 拉斯对他表示了亲切的欢迎 可迪亚的注意力完全没放在拉斯的身上 在看向傲天时 意外地露出了一副非常无语的表情 只见傲天左手一只呆萌的小萝莉 右手更是令他差点没绷住 细心的迪亚一眼就看出了傲天的不对劲 是诅咒的原因导致身体还没恢复吗 或许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 迪亚放轻松点 我已经撤销守卫对你们的警戒了 刚刚我已经与傲天谈完了结盟的事情 迪亚与傲天 我现在正式地认可你们为联盟成员 喂喂 我可还没答应要与你们结盟吧 哈基米立即向傲天解释道 即使我们只是暂时的联盟关系也可以 只因翅膀化身需要傲天的力量才能抗衡 因为他接下来要讲的故事 对于迪亚来说是非常残酷的 迪亚表示 从踏入永世之城的那一刻起 他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不想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活在这世上 拉斯沉思了一会儿 缓缓地吐出了三个字 胡继生 他就是你体内异界之术分支的名字 之前哈基米在报告中提到过这事 你在白莲寺见过亡灵野兽变成化身对吧 文言迪亚很快便联想到了 那个一脸和善的孩子 胡继生作为翅膀化身的恩赐 会进入到亡灵野兽的体内 他所含的能量非常巨大 甚至可以将丑陋的野兽化作人形 亡灵野兽的能力也会随之进化 迪亚一脸震惊 你的意思难道说 哈基米严肃地表示肯定 迪亚有如今的能力 全是受到翅膀化身的影响 而他最初的形态 很有可能也是一只亡灵野兽 迪亚听完后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不解地问道 若是翅膀化身拥有着媲美神明的力量 为什么要把这种能力使用在亡灵野兽上 而不是直接对化身使用 因为胡继生的能力不止这一种 他还可以将化身变成亡灵形态的影响 随后拉斯向众人讲述了 他目睹祖国陨落的那一天 翅膀降临之后 所有存活的人不得已都选择了逃生 重伤的拉斯随传渐渐地远离自己的祖国 可后来发生的一幕却令他永生难忘 只见一个六翼翅膀的化身来到城堡的上方 在他洒下如同星光般闪耀的光芒后 大地就开始了剧烈的晃动 突然一个巨大的黑影将城堡从内部直接城堡 亡灵野兽的嚎叫声震天动地 相隔树里都能听得非常清晰 而这头亡灵独角兽便是女武神的化身 同时也是皇室的守护者 人仅是用了一招从天而降的长法 便将一只亡灵野兽顺鸟 在这之前 当拉斯讲述完他的故事后 奥天提出了一个疑问 按照拉斯的说法 这家伙不是古语的狗腿子 就是亡灵野兽 可是不管怎么看他都像只若鸡 正因如此他是很特别的 我们觉得他可能就是古语一直在找的人 也就是离异界地平线最近的人 奥天听完感觉都要长脑子 这又是个什么玩意 随后拉斯向他解释道 这是他们皇室代代相传的一个神话 异界的地平线是异界树诞生时产生的空间裂缝 而翅膀化身的目的就是通过这个地平线 从而侵入神明所处的异界 古语之所以不停地创造这些化身 就是为了把他们培养成异界树的树苗 然而 胡济生的内在能量过于庞大 导致了一般的野兽根本无法承受 他们在经历痛苦万分的进化过程后 也只有极少数的几个能控制住那股力量 而那些没挺过来的野兽 等待他们的结果只有一个 紧接着拉斯继续向众人说道 之后的行动才是这次会议的重中之重 我需要你们两个人的帮助 一起去调查关于胡济生的一些事情 而这调查的对象 正是二十多年前皇室的女武神 变成亡灵野兽的独角兽化身 转眼就到了深夜 在白斯和迪亚两人交谈之际 奥天的异常吸引了他们的注意 随后白斯向迪亚解释道 虽然奥天可以通过捕食亡灵野兽 来获取他们的能力 但如果长时间的未进食 他就会丧失理智逐步沦为一只怪物 不过好在这关键的时刻有黑斯在这里 每当奥天即将陷入狂暴 黑斯就能用他的魅惑能力将其控制住 我怎么感觉黑斯这能力有点怪怪的 但这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 随后白斯便向迪亚提起了一个交易 只要迪亚能帮助奥天渡过难关 他就能动用家族的力量保护迪亚 毕竟迪亚也是谷语的目标之一 迟早都会找上门来 令白斯没想到的是迪亚立即拒绝 迪亚表示他也必须弄清楚记忆中的往事 所以不需要任何交易 他也会全力配合帮助奥天 之后白斯将已知的信息告诉了众人 拉斯目前已经开始筹划夺回王国 这片诅咒的大帝被称之为帕萨之地 同龄者正是拉斯所说的变成野兽的女武神 六大化身之一的独角兽化身 在他的身上可能会有跟胡技生有关的信息 突然奥天的起身中断了两人的谈话 闭嘴巴你这个垃圾信息贩子 说是调查 目的就是让我去解决那头独角兽 我又怎么会不知道这一点 在此之前 你赶紧带我去下一个列长 别着急啊大哥 这不是还没到大部队行动的时间呢 三天后的清晨 拉斯召集了一百名战士组成的远征队 其中还包括了三番队的队长叶欧 四番队的队长亥斯 此次远征将由二人带队 前往古都帕萨之地 作为先前部队 他们的任务是在前线建造一个基地 而这次行动的最终目标 不仅仅是那头独角兽 还要将故土全都收回来 在拉斯的一生出发令下 两支队伍的情绪也涨到了高点 因为要战斗的缘故 黑斯解除了对奥天的魅惑效果 随后黑斯用非常妩媚的口吻向奥天问道 有没有感觉很兴奋那小哥 何止是兴奋 这股饥饿感都快要把我逼疯了 迪亚那么大的野兽 我现在能吃三个 随后白斯按下了传送怀表 一个巨大的洞口就此显现 这是他们这二十多年以来首次回到故乡 要夺回的不仅仅是故土的领地 还有这二十多年失去的尊严 另一端也通了 大家可以出发了 此时位于帕萨之地的一处边境上 叶欧与黑斯飞速地朝着洞口跑去 奇怪 这里的雾气怎么会这么大 很快黑斯就察觉到了一丝一样的气息 错不了 黑斯立即向叶欧示意前方有野兽 而在他们的下方 正有一头亡灵野兽抬头眼望着 突然迪亚的身影出现在众人眼前 数十根粗壮的树干从崖壁上抱起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斗气画满了 汇聚而成的战马直冲亡灵野兽而去 下坠引起的冲击力十分巨大 直接将他的一只脚给削了下来 这家伙的防御能力也太恐怖了吧 迪亚威力如此大的一击居然还能站得起来 亡灵野兽突然察觉到一股威压在迅速逼近 当他抬头的那一刻 只见奥天的身影已然来到眼前 你可曾听闻 有一个从天而降的长法 仅是一击 奥天便将这野兽的脑袋轰成了碎扎 众人见此一幕全都猛逼两秒半 叶欧笑道 这下你该相信我之前所说是真的了吧 没想到这次任务比我想象的更有趣 如此大的野兽还真是少见 踏萨之地是二十多年的人类禁区 而现在对他们来说也只是个开始 幸福一只呲牙咧嘴的野兽该怎么做 答案很简单 只要堵上他的嘴就完事了 万万没想到的是 奥天这双手除了做大事外还有如此功能 就在刚刚 勇士王国的众人陆续抵达了帕萨之地 由于奥天刚解决了一只怪物 使得黑龙的诅咒再次上身 黑斯不得不在他身旁待着防止他暴走 好奇怪 现在明明都到了早晨 这片森林却是一点阳光都见不到 随后迪亚给卢比使了个眼色 卢比心领神会 巨大的火焰请客间便把亡灵野兽包裹 也不知道这批大的蜥蜴哪来的能量 战争才刚开始 黑斯这个小娘们又忍不住的想作妖 转头便望向了奥天的方向 这家伙怎么到这就一直坐在那里 真谈喵火大 叶欧健壮立即向黑斯说道 你那不满的情绪也太明显了吧 出发前拉斯曾交代过他们两个 要在王国古都的南面森林里建造前线据点 过去独角兽化身在此部署了各类野兽 用于抵御外界的入侵 而如今那片地区却成了亡灵野兽的领地 白斯的能力只能传送到没有怪物的区域 并不能越过那道防线 所以先前队要在南部森林内扫除所有障碍 这个任务非常危险 奥天与迪亚作为盟军将与两人共同作战 不管怎么样 女王已经认同他们是盟友了 作为同伴以后可是要并肩作战的 嗨斯文言面露凶光 这种身份不明的家伙怎么能做同伴 把他称作同伴这是对先辈的不尊重 只有相互托付生命的人才能这么称呼 好家伙说干就干 这野性的话身是真的够野 来到奥天的跟前开口就是王炸 才解决一只怪物就累了 你是不是不行了呀吸狗 还有这只兔子 没有它在身边你就寸目难行了是吧 奥天无奈叹息 想干嘛直接说重点 女王似乎对你的力量很感兴趣 但我可不这么认为 你在化身时明显是在克制力量 这说明你并不能完全控制住它 而你就是一颗随时会炸的隐患 奥天起身直接与嗨斯四目相对 我特么让你直接讲重点 想干嘛直接说 不料嗨斯听完立马炸毛 还敢跟我揣着明白装糊涂 意思就是要你滚出这个队伍 要是敢拒绝老娘现在就撕了你 好家伙 这虎娘们真当奥天是吓大的 两人间的气氛越发紧张 可谓是两老太太过马路 谁也不服谁 就在两人即将动手的前一秒 一只鲜鲜御手伸出 粉丝的光芒四绸断般飘散 转眼嗨斯便来到了满是枯骨的洞穴内 见此一幕嗨斯的CPU直接给干冒烟了 我这是在哪 随后黑斯赶忙向奥天劝警道 退一步别惹事 不要忘了咱们此行的目的 文言奥天立即扭头恢复 你再叫我做事啊 奥天没想到自己随口的一句 竟使得黑斯掉转了手指的朝向 小弟弟要是不听话的话 姐姐可是会惩罚你的哟 好好好救你最凶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突然奥天顿感不妙 立即大手一挥将黑斯大力推出 这小子是翅膀硬了吗 居然敢这么用力 待黑斯看清眼前之物时 却为时已晚 一张硕大的巨口已然来到奥天的身前 巴迪一口直接将两人吞到腹中 众人见此皆是震惊两秒半 这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巨蛇在吞下两人后便火速开溜 叶欧立即示意来 十个人跟着自己去追 刚踏出几波 地面便传来了一阵莫名的震动感 声援急速接近 这群亡灵野兽是马行的化身 而且不怕疼 兽群的狂奔引起了阵阵沙尘 数量至少有几十只 见此迪亚伦起他的小棒棒 说了一句像鸟语的咒语 几根粗壮的树枝拔地而起 直接将为首的几只穿了个透心凉 密密麻麻的野兽接踵而至 就这样兽群拦住了众人去路 不解决掉它们根本无法去救 奥天与海思 而此时的大蛇早已将两人带到森林深处 笑死 搞不懂这大蛇是怎么敢的 想靠这点胃酸就能把钢铁直男消化吗 奥天两掌一拍直接变身 龙爪深深地嵌入了大蛇的体内 起身之后更是火力全开 巨蛇瞳孔猛的一阵 在一声痛苦的嘶吼下 很稀培 随后奥天喘着粗气钻出了巨蛇的身体 出来时还不忘带着个战利品 只是看这胃酸的能力吧 这蛇多多少少也算个正经的绅士 就在奥天玩事了不对 就在两人歇息片刻后 海思缓缓地睁开了双眼 而刚才发生的一切他都浑然不知 见他起身 奥天只是淡淡地问了一句好些了吗 随后又低下头表示自己啥也没看到 海思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 你看到什么了快说 突然反应过来时便是耳朵竖起老脸一红 奥天扭头示意他看向边上的巨蛇 看来你是不记得自己成了小甜点了 海思此刻也终于明白 关键的时刻正是眼前的男人救了自己 就连看奥天的眼神都清澈了不少 奥天表示自己的力量已经用完 一段时间内将会动不了了 可我看他这手的架势多少是干了点大事 海思见状急忙询问 自己昏厥的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 就在这时 奥天又又又察觉到了什么 一把抓住海思的小手 不是这小子现在都这么主动了吗 海思在一阵惊讶中被拉向了奥天 此时的气氛变得有些微妙 两人就这样沉寂了片刻 他刚想抬头问奥天到底要做什么 却不料下一秒 奥天一手捂在了海思的心巴之上 这只手竟如此的温暖 就奥天这手法称他一生祖事也不过分吧 野性的化身这不是分分钟就拿捏 数十只巨蛇察觉到了此处的动静 便将这里围了个水泄不通 一种不安感令奥天十分费解 这种巨蛇并不是亡灵野兽 每一条蛇都像是有目的地寻找它们 海思轻轻扒开奥天的手 问他是否会出去跟巨蛇干假 奥天表示了否定 如海思所说的一样 现在自己无法完全控制诅咒 尤其是黑思不在的情况下 使用这股力量很有可能会暴走 而眼下的这个情形 他们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是化身后出去跟他们站个痛快 要么就避开他们回到营地与友军会合 奥天表示将这个决策权交给海思 而海思回答却是第三个选择 找机会突围后离开森林 两人先行前往定好的目的地 而且现在巨蛇的数量越来越多 可能会赢 反而会给他们招致不必要的麻烦 奥天文言觉得有点道理 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呢 海思眉头紧锁 扭扭捏捏地吐出了几个字 办法石油之不过 你得从后面抱着我 听到这个的奥天直接一句好家伙 现在都这么直接了吗 来不及解释了快上车 随后巨蛇们感到了一丝一样 便迅速地朝着两人的方向逼近 不等巨蛇有所反应 一团黑影迅速穿过 由于数量过多还是被一条拦住了去 可巨蛇才刚刚张嘴 就被这黑影一闪而过咬了个稀碎 更没有多少人跟我一样 一直觉得它是猫的 整了半天这野性的化身原来是二哈呀 回过神来的巨蛇们奋起直追 但跟海思的速度相比还是差了一截 不过一会他们就来到了森林的边界 就在这时 眼前出现了一个神秘的人影 而奥天一眼就发现了蹊跷 这是翅膀化身从属才有的徽章 这也就是说 眼前之人肯定是古语派来的 而且森林内的大蛇跟他也脱不了关系 老头开口便要两人停下 没有活人可以通过这里 随后从他的影子中冒出了数条黑蛇 黑影迅速逼近二人 到奥天的眼前后再次从影子中抱起 黑蛇的速度超乎了奥天的想象 这下真的必无可避了 海思也明白此刻的危急 鸡蛋不能够放一个篮子里的道理 黑蛇团团包围下海思动弹不得 每一口都咬在了重要的关节处 毒液迅速蔓延全身 海思的视线逐渐模糊 在他即将咽弃的前一刻 奥天勃然大怒 龙爪所到之处 皆是黑蛇破碎的残躯 而海思失去力量退去化身时 还不忘嘲笑起奥天这个呆卦 明明能跑得为什么还要回来 奥天一把将其拥入怀中 眼前的这个女人 从见面起就一直认为我是个弱鸡 甚至为了保护我不惜一身犯险 好了好了该结束了 年纪大了看不惯小年轻情情爱爱的 你们的挣扎都是徒劳 很快我便会送你去见他的 老小子 你动了一个你不该动的人 我不化身为龙 是我不想伤及无辜之人 既然你一心求使 那你就作为我的养量下炼狱去吧 一场三大神级化身之间的强强对局 艾兴是拥有两个化身为一体的双蛇猛兽 而奥天是被六大化身之手的黑龙所诅咒 此时的海思被黑蛇包围后已是身中气 对此奥天没有犹豫上去就是一口 也白费力气了 凭你的能力是救不了这个女人的 我黑蛇的毒眼可是混合了数百种的射毒 除了拥有恢复能力的化身外 是无妙可解的 不出两个半小时 他就会云命于此 巧了 我刚好认识一个有恢复能力的化身 既然知道了他的时间了 剩下的就好吧 海思你就躺在这里别等 我这只心意怕皮后就会带你回家 的确啊 奥天 这个身心的化身很危险 别管我了 你快点跑吧 不等海思把话说完 奥天的周身就混发出了令人窒息的杀气 而哀心一眼就察觉到奥天化身的不对劲 奥天的化身是负在肉身上的诅咒 显然就是被龙在报告中提到的那个人 既然如此 那老夫也没有留守的必要 老夫是翅膀大人坐下的舍负的化身 也是要将你斩落于此的人 话音刚落 哀心背后的蜡条便以极快的速度杀击 只要被咬伤一口身体就会无法动的 突如其来的贴脸开大使得哀心猝不及防 就在龙爪即将命中老灯的下语 哀心的蜡条突然冲出 替他打下了这致命的一击 令哀心也没想到的是奥天居然如此迅猛 不等老灯反应 奥天瞬间把地而起 直出哀心而去 龙爪在其次的疑心 树枝蜡条从伤口触摸的钻出 将奥天的手牢牢锁住 这压倒性的力量令奥天顿感意外 指尖蜡条汇聚的地方形成了坚硬的肉身 体型与重量更是远超黑龙化的奥天树北 小子 你的化身各方面能力都很强悍 可在我帝王是化身的面前 也不过就是只弱旗而已 刚才要把我爬屁 那股子气势难去 其实并不是奥天不能进入第三形态反击 而是他一旦这么做 诅咒的力量会使他逐渐失去自我控制 到时那股吞噬之力很可能会波及到埃斯 以他目前的状况别说是逃脱黑龙的吞噬 就连起身一动都是十分的困难 奥天为了保护这个曾为自己舍命的女人 毕然决然地选择了一条最难走的路 那就是以此肉身硬扛所有伤害 在等待攻击间隙给予这老灯致命的一击 埃斯望着奥天的背影响起了拉斯斗 同伴之间是可以相互托付生命的 即使是刚刚来到勇士之城的埃斯 拉斯也愿意为了他献上自己的生命 回到现实 埃斯再次幻化出了野性的化身 比之前不同的是 他这次的化身全身都布满了星红的印记 这是大量燃烧生命换来短暂的力量提升 当埃星积蓄力量的一拳即将轰出的一瞬 埃斯动了 这速度之快就连埃星都没有察觉到痛感 手臂的操控感就突然消失了 此时埃斯已经化作了黑夜里的一道红光 无论埃星怎么寻找都看不清埃斯的位置 就在他即将感知埃斯的那一瞬 那道红光再次袭来 发到刘光所造之术皆是一碰过嘴 埃斯的斩肌看似体质 刘光在帝王蛇的体内相互碰撞后回弹 在埃星发出痛苦的一声嘶吼后 他全身的心脉与肌肉皆被斩肌所断开 仅是一个短短的照面 奥天就被震惊顾虑 耗尽了所有力量的埃斯扭头看向奥天 对不起 奥天 我可能会不去了 你一定要活下去 化音刚落埃斯的身躯就应声而倒 身上的印记也在逐渐消失 见此一幕奥天的愤怒冲破了理智的束缚 顿时一股骇然的血红杀气席卷了全场 纵使帝王蛇此前的态度有多么的嚣张 在三阶段的黑龙面前 也不过就是个一口一个的弱鸡 血盆大口猛然落下 帝王蛇也落了个人昆分离的下场 掉入围中的帝王蛇遭到了魔兽群的围攻 每一次的吞噬都代表着有心伙伴的增加 随着昆哥的翅膀刺入帝王蛇的身躯 而他正是帝王蛇尾部所幻化出的蛇与神 他们在哀心的体内是一体双生的化身 即便失去了帝王蛇的部分功能 只要另一只化身还在体内便能重塑化身 此时奥天在吸收完呼气声后发生了一变 三阶段的黑龙身躯逐渐退去 恢复意识后立刻察觉到蛇尾已消失不见 同时自己的身体出现了非常奇特的感觉 二阶段的身躯充满了快要溢出的力量感 就连感知能力也得到了大幅度的增强 很快他就意识到这是吞噬呼气声的影响 就像体内多出了一团永不熄灭的火焰 持续不断的为他提供庞大的能量 随着力量的不断涌出 奥天倍感愉悦的同时还觉得远远不够 通过呼气声的共鸣 他察觉到天上有波动 这天上的化身有着和帝王蛇相同的气息 而且体内还隐藏着另外半根的呼气声 奥天立刻就反映过来天上之人正是哀心 双智展开的同时 黑龙也在内心不断的跟他重复着一句话 在奥天做好驾驶即将去追击的下一秒 他注意到了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嗨思 虽然要追上这个慢悠悠的飞蛇会很轻松 可多错一阵嗨思的生命就多一份危险 奥天冷静片刻后还是决定放弃追击 与此同时在森林营地的外围 叶欧正率领小队在清理最后一批野兽 随着叶欧的长剑猛然刺入野兽的体内 森林的营地恢复了宁静后 再也听不到来自这些怪物传来的提声了 此时的叶欧总感觉哪里有点不对劲 却又不知道是为什么 而迪亚在战斗结束后也有相似的想法 他表示这些亡灵野兽虽是闯入了营地 但是并没有对营地和人造成多大的伤害 根据迪亚的描述 叶欧只想到了一个恐怖 这就说明了他们并不是以人类为目标 更像是看到了什么恐怖的不是这人 所以才会成群结队地逃离森林的身处 随后黑斯的出现打断了两人的谈话 他表示现在的时间不该去思考这些 而是要尽快把奥天与海斯给找回来 因为没了他的控制 奥天很可能会暴走 话音刚落 负责守卫的战士就听到天上传来了声响 在昏厥两个半小时后 海斯缓缓睁开双眼 要不是听到周围有人在说话 他还真以为自己已经嘎了 对海斯的清醒迪亚感到十分的意外 本以为他的伤势没睡个几天是醒不了的 而海斯开口第一句话就是询问奥天在哪 见他着急起身 迪亚立即提醒他身上的伤口才刚刚包扎 要是再往回来一会毒液蔓延至心脏的话 哪怕自己的法术可以轻毒也难以救治 还好奥天抱着你飞回来的路上没有耽搁 听到是被臭男人给抱回来 海斯惊讶的小脸立刻红温 并向迪亚询问那个蠢货有没有受伤 你不像救命恩人表达救命之情也就算 居然还在背后好无视蠢货 亏我还放弃了宝采乙德的机会 就怕你的小命就交代在哪里 你的身体没事了吗 之前看你被那家伙做了好几百拳 见到奥天跑路了两人也是一阵无语 这男人还真是一点好话也不会说的 尽管如此 海斯现在只要一见到奥天 就会有一种莫名的躁动感涌上心头 随后叶欧告诉众人不用担心 海斯的伤势 他的野性化身本身就拥有很高的自愈力 除了对奥天再次表达感激之情 叶欧也向奥天询问了他在森林遭遇的事 那他是古语派来的吗 从他的标记和呼吸声判断可以确定是 他的黑蛇针对我封的目的性十分明确 这说明他已经掌握了我们的相关信息 那他之后还会跑来偷袭我们吗 以他受的伤来看估计短信也不会再来 可我推射他的化身得到板根呼吸声后 能非常清楚地感知到他在我体内扎了根 奥天的诅咒已经稳定下来了 没想到那玩意的能力还能这么用 要是奥天能夺取了剩下的那板根呼吸声 可能会发生更加意想不到的效果 喂 你说话就说话 不要老往我这里看 随后叶欧告诉众人 这个叫哀心的蛇夫化身是圣座的第六席 圣座的席位都是由古语亲手挑选的 他们的职责就是作为翅膀化身的守护者 只有十个人可以获得拥有无寄生的权利 他们是亡灵野兽里面最有权势的人 而圣座的前五名是拥有最强战力的猛兽 同时也是圣座后五名守护者的师傅 所以哀心出现的同时也就意味着一件事 古语的前五名守护者之一也会现身 那五人之中就有一个很恐怖的存在 他的一举一动甚至都会引起自然灾害 转眼来到了王国古都的旧城堡上方 此时的哀心就像是个受了惊的鸡一样 无论是身体还是内心都在不停的颤抖 令他害怕的并不是此前战斗过的奥天 而是眼前这个身材高大且魁梧的男子 是什么人把你伤成这个样子呢 趁我没发火前你最好把话给我讲清楚 他就是被龙抱高中提到过的那个人 我的双头射之一已经被他夺去了一半 回答我你的任务是什么 您告诉我 要封锁通往帕萨之地的道路 还要排除那些会阻碍您的人 大人您交代的事情我一刻都不敢忘记 只是这个人的能力真的是有古怪 爱心眼前的这个男人位列圣座的第二戏 同时也被称为霸王的化身 他冷酷的外表下还有个响亮的名字 嘎子 别醉话了爱心给我带路就完事了 这个人我要亲手给他捏碎